今天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是说 整个2023年秋季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低龄小孩录取2024年的情况 发现很多省份其实都面临这个学位紧张那个问题 尤其是一些认文城市 那不光是低龄小孩的学位紧张 还会涉及到一个大人陪读妈妈要去读专科院校 他们学位其实也是比较紧张 也是比较难拿到的 我最近也收到好多相关的思绪 然后有很多家长现在都还在等 应该是比较焦虑的嘛 因为孩子这个事不定了 好像后续的很多生活方面的准备都白做了 是的 是的 针对这个的话 Catherine这边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吗 因为我们去年的方案可能会说 有一些低龄小出高的学生分离游到BC省 然后呢因为他学位充沛嘛 然后再回到Alberta呀 或者说这个其他省份 但今年整个一个情况看的话呢 因为我们今年会比较推荐 如果不介意就是短时间居住在相对寒冷省份的客人 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个萨省的全套的一个套餐 他大概的思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里甲纳 萨斯卡通还有萨斯卡通 还有萨斯卡通其他几个城市 因为他低龄小孩学费还是比较充沛的 所以如果现阶段一直没有等到学位的这个家长 完全可以考虑萨省的 因为孩子转过去 是的 因为孩子转过去呢主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 因为他本身功力教育也不错 其次呢很难得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移民政策 可以做夫妻双打 他整个的移民政策就是说 全省省提名的角度来讲 有一些是不要英文的 比如说夫妻双打的这个萨省经验类 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要求是雅斯四分 这个其实已经很低的要求了 这里我先打断一下 我们后面可以展开的详细给大家分享一下萨省的情况 好的 但是之前我在采访别的机构的时候 有了解到萨省那边的移民体系 移民系统是独地来的 好像说是咱们阿省这边RCIC的话 是不能够去协助申请那边的 是的 因为我们注册移民顾问的执照 我们叫RCIC嘛 那么这个其实是在整个加拿大范围之内 几乎是全省都通用的 除了两个省 一个是魁北克 一个是萨省 萨省要求他把他的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foreign worker recruiter 也就是说我们能招聘外国劳工的这个 授权的招聘员和移民顾问的牌照 是放在一个的 他自己来管理 也就是说你没有萨省的吃牌 你是没有资格去做萨省的这个相应的这种移民申请的 对于大部分的学签机构的话 你觉得会是一些阻碍吗 学签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联邦移民局在做就还好 但是真正到萨省 你要你是持牌 萨省的持牌 你才有权利代表客人 然后去跟萨省的就是办公室去协调去沟通 对因为我们之前遇到一些case就是有些客人找到我们说 哎其他机构帮我们做的 后来我们看了一下文件发现根本就不是持牌 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像我们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一个客人 我们受一个客人委托我们可以直接打给SMP办公室 我说我是代理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种信息部区 连续资省一个别的省的这个持牌 想说帮我生萨省 他说OK我可以帮你生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其实没有以持牌顾问的决策去做任何工作 他没有权限去做撒省的移民 对像我们目前除了我本人是撒省的持牌之外 我们的另外一个顾问 因为我们现在是团队四个顾问吗 另外一个顾问现在马上就因为已经跟撒省注册好了 正在就是等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检查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其实会我们呃就是严格来讲 现在是一个 但是很快是两个持牌顾问 而且我们会cover不同的语种 英文韩语中文都可以 如果2024年大家有留学移民的这样一个打算的话 有没有哪些比较推荐的省份 因为好像比较的话 因为我们传统的就是说读书移民这条路 可能就是集中在海洋四省和草原三省当中 海洋四省最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有些区域它确实没有工作机会 像我们两年前学IT的客人今年毕业 就是说我确实找不到IT工作在在省畅在哪里 对那么草原三省的话相对来讲 就是它读书移民政策好 跟海洋四省的政策是差不多 同时呢像Calgary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Regina Saskatoon啊 还有就是Winnipeg 这些大一点的城市 它的工作机会还是有的 它还是缺人的 所以目前来讲 其中横向比较来讲 如果我们现在说到这个读书移民 而且因为它的影响呢 其实是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说像海洋省份 有一些像NSCC 这个学校也好 什么也好 但是你没有位子 这个也会是一个比较苦恼的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横向比较 我们目前觉得比较推荐大家 或者希望我们的客人去做的 其实是一个萨省的一个套餐 加上夫妻双打 那么我们如果细分一看呢 就是萨省它从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小孩子去读书 那我们现在这个萨省可通和这个里加纳的公立教育 我们是有学位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马上升到 然后呢 大人来读书 我们还是追求大功效 陪多妈妈来读书 那我们说萨省理工 还有是里加纳大学 这个学位也是充足的 至少目前看来 而且我们还升到一些很好的专业 对 它不像有些区域说 我这个护士不对 不对国际学生开放 这个护理不对国际学生开放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专业可以做的 那其次呢 就是说生活成本又低 然后呢 夫妻两个人都进来 比如说陪多妈妈拿了许签 陪多爸爸拿了配偶工签之后的话呢 他还可以做萨省的 萨省经验的移民 所谓的夫妻双打 对 从夫妻双打的角度来讲 因为他基本上说 爸爸这边 陪多家长这边找到工作了 六月工作经验 那么只要雇主这边是OK的 雇主这边说我们愿意支持 那我们团队直接切入 帮他做JL 做后期的这个省提名 萨省提名又非常快 配合又充足 之前做过一期 关于利贾纳的节目 大家可能对这个城市 不是太熟悉 是不是能简单的 就是介绍一下 对 人家那个城市本身不是很大 可能人口二三十万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利贾纳 就是说停留过几次 确实应该说可能它的缺点 就是说我们的娱乐没那么多 对 中餐就是没有那么多选择 但是它的好处呢 因为它民风非常淳朴 人非常好 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呢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萨省理工 非常好的专业 然后我们还有李贾纳大学 目前不能说充沛 但是学位是升得到的 然后如果我们的客人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孩子 在李贾纳上了 他的这个公立教育局录取之后 然后呢 妈妈过来去读 李贾纳的这个 我们说萨省理工的一个专业 厨师也好 还是说幼师也好 那他拿到录取之后呢 爸爸这边拿了配偶工签 因为像李贾纳 因为整个萨省 其实很多城市 他是现在比较缺人的 因为我们实话实说 就是说自然气候 稍微略微弱一些 对 自然条件差一些 他是缺人的 缺工人的 那找到工作之后的话呢 可能我们工作六个月 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一个 合适的职位 六个月之后 我们直接 我们做JL 做这个就是批文 然后做省提名 他是没有雅思要求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误区 我想借助Catherine这边 和大家请清一下 之前我介绍加拿大 这个宜居城市的时候 听到李贾纳的时候 看这个数据啊 他们的平均家庭收入非常高 超过十万价比 也就是说 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去了二三十万的 这个人口的城市 就非常落后 是这样的 因为李贾纳他整个的 平均收入是不错的 包括他的房地产 也很蓬勃 萨省大学 我是非常喜欢的 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讲 因为萨省大学 他的Farmercy啊 就是说 就是药剂 医疗相关 这个录取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有些学校 他是有限制的嘛 然后呢 我们说李贾纳大学 还有就是李贾纳他的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萨省理工 就相当于我们 Alberta State的 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职业培训院校 他其实口碑 也是非常好的 对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 做一个夫妻双打 其实是很容易实现的 那退步来讲 就算是说 爸爸陪读的 爸爸找到工作了 但是呢 各种原因 我可能移民战士不能做 或者我雅思 没到四分 或者说 因为他有两种 一种是说 可以不要雅思的职位 还有一种是说 一定要提供雅思 四分的职位嘛 对 不管什么原因 因为读书的妈妈那边 她毕业之后找工作 其实非常方便 还有一点是很难得的 比如说你学西厨 那你在读书期间 你积累的工作经验 它是算的 对 这点可能跟 Alberta稍微有点区别 Alberta说 我读书期间 积累的工作经验 就是说 一定是配的co-op可以 但是你在off campus 它不算嘛 当然你不要去学那种 就是他从区域来讲 他没有市场的那种职位 那就算了 对 但反过来 就是你的实用专业当中来讲 一个是说 培读的爸爸这边 开放式工县 他很容易找到工作 然后他的移民切入 也非常快 六个月嘛 六个月工作经验 然后呢 是有可能不要英文的 读书的妈妈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们做的 也是实用专业的一个录取 那么毕业之后找工作 他也 其实直接切入移民 政策也非常好 还有一点很难得 因为萨省省提名 我们说叫SIMP 它其实速度非常快 现在目前来讲 萨省提名要两个月左右 提交之后 但是我们过去的历史学 最快的没有 一天就拿到了 隔了一天 就第二天 我说就拿到了 对 还是蛮开心的 对 那如果说 出于后期有移民需求 来考量的话 有哪些专业会比较 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 其实就是说 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 因为萨省 它本身的特征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 这种什么锡厨啊 烘焙啊 这些其实都是不错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像我们幼师 幼师它的学位 因为现在呢 萨省理工的幼师学位 现在是已经在排队了 waiting list了 好处就是 它有很多不同的campus 它不是说像我们说 C的只有 Calgary的一个campus 它有就是说 有利加纳 有这个Saskatoon 还有这个Prince Albert 它很多小的这种城市 都有它的校园小区 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 我们说就是为了 今年就明年就上上 那其实你说 我先去这个小的小区 然后我再调回来嘛 对 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方式 那从工作的角度来讲 因为那边可能像 它的这个气修啊 还有一些农业相关啊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除了传统的酒店啊 还有这个餐厅啊 这种劳动必行行业之外呢 有师啊 还有一些这个 就是工程相关的 有一些专业 因为它建筑行业也还不错 那边其实房地产开发 也挺繁荣的 而且它房价还 对 20多万家 是的 相当于人现在来这场的话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我个人觉得 萨城市非常适合这些 要么就是说 我要去读这种护理啊 要去读药剂啊 这个就是说 医疗相关的 在其他省比较难拿的 offer的这些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中年夫妻 我低成本 我两年生活费用可能也不高 如果一切规划顺利的话 可能两年我们PR就做完了 对 可能太太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们PR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她语言要求又不高 因为陪读这一方 有可能不要雅思 就是说毕业生的话呢 它其实也很简单 雅思四分 它这个 基本上这个 就是全加拿大最 最宽松 最容易的一个方向 可能我们牺牲的是说 我这两年在一个 冰天雪地的地方 当然萨省因为本身 因为刀刀你去过嘛 那边其实钓鱼啊 滑雪啊 打猎啊 这些 钓鱼其实是非常好的 对 我们看到的市场的一个特征 很多 比如说地铃小孩读书 陪读家长入境 然后呢 夫妻双打套餐的 很多家庭呢 它比较敏感的一个点 就是说因为很多都是 父母比较忙 他的英文 他的录取 就说主要是一个 大家敏感的是时间 比如说我今年要这个 学位没有 那我要再等一年 他可能就说 哎 我不想等 但是呢 我们又想要实用专业 是为了将来好找工作嘛 所以可能萨省 是比较完美地 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等于说我们牺牲了 两到三年的一个 临时居住 可能在一个相对寒冷的地方 但是呢 哎 我生活成本低 我又学到真的本事 我又能去学 真的我喜欢的专业 然后呢 移民又比较顺利 比较快 对 那将来其实可能 你有了这个本事之后 我们有了执照 有了一些 就是专业上的技能之后呢 那你拿到PR之后 你在境内迁徙嘛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对 那除了下省地域之外呢 因为刚刚 Catherine有提到草原三省 阿省我们讲过 现在就是竞争比较大 那曼省 曼省可能我们看到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 曼省其实也是一个 学位的问题 哦 和阿省是比较 对 它是相似的 也是一个学位的 因为大家去曼省 主要想的都是说 做夫妻双打嘛 这是它的典型特征 因为现在整个加拉境内 可能就曼省和萨省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妈妈读书 但是你夫妻双打 就会涉及到说 低龄小孩K212 有没有学位 没有学位你就傻眼了 然后或者说 我们爸爸妈妈要读 这个实用专业 有没有学位 没有学位 可能你又很难受 对 所以它其实 他们的这个 struggle的情况 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萨省现在相对来讲 还没有那么的 就是说flooded 没有就是说 好像打破头抢不上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资源的 再加上如果 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夫妻双打化 可能它的政策 整个情况比 曼省能做得更好一些 对 这是目前一个状况 当然还有一些 年轻一点的夫妻 因为我们今年 其实安省做的也还不错 安省因为除了海外这些 我们直接做 human capital 就是我们说的 快速通道的优才 安省优才的这个方向 IT啊 基本上我们前几轮 到460几分 能到460几分的客人 就已经可以在海外 直到直接受到邀请了 但这一块呢 还是比较窄的一个领域 因为你不是IT领域 你不是医疗领域 那你就没有办法 但是境内的话 那么其实安省 我们最近其实推了很多的 我们说安省的这个 尤其是可能 就是说 也不能说年轻夫妻 因为从夫妻 从读书移民 这个途径来讲 安省现在我们 其实比较喜欢的 一个方案 就是说 它的 skilled trades 就是我们说技工 技工呢 因为它有一个 大的一个空间 因为OMP的框架之下 安省省提名的框架之下 它单独给了 技工一个通道 省政府会给很多的加持 你可以这样 这样做 那样做 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跟安省东部的 一些院校的合作 也非常密切 那从学生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 读的就是说 像这种 like woodcraft 就是我们说的 木工的一些 木质加工啊 对 还有一些机械相关的呀 因为我们会选一些 这种 不是必须要执照的 这种技工类别 因为它屏障比较少嘛 然后呢 你有工作经验之后 这一年工作经验之后 你可进可退 你是说 尽可做联邦的这个 联邦快速通道下面的 这个就是skill trades 退呢 我们还可以做安省自己的 因为安省自己 还有一个单独的通道 是说 衔接联邦快速通道的 就是说你是在 这个清单之内的 对 这种属于 就是比较短期的课程吧 它其实一年两年的都有 一年两年的课程都有 对 安省因为我们新政 推行开始 去年年底到现在 你能看到 安省政府的几个倾向型 跟BC是非常相近的 它希望分流人员 大家不要集中在大多地区 因为它的打分 纯粹的OMP的打分 你能看到 区域分数 安省北部就是10分 那么大多地区就是0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 我们给客人设计的 很多方案 如果客人动手能力不错 他的想法也是说 我是想追求实用技能 那么其实是可能 我们在安省东部的一些院校 在滑铁路附近啊 可能会给客人注册一些 使用技能的 不要执照 没有执照壁垒的 技工专业 那么它读完书之后 直接找工作 有个一年工作经验 我们移民上来讲 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刚才提到2024年 整个的一个 就是省提名的规划当中 刚才提了一下 我们SAR省的夫妻双打 但是会有相当一部分客人 尤其是南方的申请人 他会说 我可能受不了这个寒冷气候 那么他会考虑说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择点 因为中间一个 一直被忽略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说BC BC的省提名当中呢 除了我们说传统的 这种BC朔博 当然这个BC朔博的 要求太高了 那夫妻双打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 而且就是说 如果客人执行的 非常坚决 早早开始准备 其实是完全可以推进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 比如说一些客人 我们在做的一个点 就是说 目前的BCPP的框架之下 他有几个单独的通道 分数很低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 牙医助理 还有这个幼师 那么去年到今年 我们整个的市场反馈 很多客人说 这个幼师我比较难进 那其实我们中间 会有一些大概的一些穿插 所以比如说 夫妻两个人 有一个人在 先生去读书 太太这边说 我快速读一个 幼师助理的一个 快速执照 我不要 不一定要去大工校 去跟他PK 但是呢 我快速读一个执照之后 找工作 这边因为你是这个 夫妻两个人 有一个人在读书 另外一个人 他是拿了一个配偶工签的 拿了配偶工签的话 其实说你有一个 基本的幼师的 一个幼师助理的执照 你是可以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之后呢 后面的话 只要我们安排合理 因为目前幼师 在大温地区的话 最近几轮的BCPP 它其实基本60分就够了 对那我们刚才讲了 你这个 这些分数加一加 大体上 比如说你已经 原本就是专科 或者本科学历 然后呢 我们雅思能考到5.5 有个一年工作经验 其实算一算 分数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很繁琐 就是涉及到很多的规划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会说 客人会读一个 公立院校 但同时我们读 另外一个 比较好陆续的 私立院校的 一个幼师的执照 因为幼师执照 本身又有加分 它其实会涉及到 很详细的一个 计算和规划 夫妻双大也好 还是说我们单亲的妈妈 一个人去做也好 只要合理规划 其实完全可以实现的 2024年 除了加拿大这边的 学历以外呢 卡拉斯文这边 对于美国的学历 和加拿大学历 其实也做过相关的比较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 去年的时候 曾经推广过一段 每家双签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点 每家双签的由头 是基于说 我们从移民行业来看 从签证的过签率 和移民机构 或者说移民局 对不同的文件的 要求的特征来看 觉得美国和加拿大 签证其实互补性非常强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同样是要做 硕士录取的 想做加拿大学签的 因为加拿大 我们的学校相对少 它的录取是比较保守的 可能你GPA没到3.0 那你选签就非常少了 还有一些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美国呢 就是说我学校非常多 还有一些呢 甚至说可能一些医疗 相关的客人 他会说我先走美国 美国录取容易 然后我将来再转回加拿大 因为我们可能 境内的客人 很多都知道了 他比如说 我想去将来 想去做医生 那其实在加拿大境内 这种matching才难的 但你说我在美国绕道一下 再回来会好很多 对 所以我们美加双签 本身那个概念 就是同样的一个学生 他在申请的时候 可能他的录取 在加拿大这边 有一些难度 但是我们在美国 甚至有一些说 文科转码的 对 就是说我可能 也能拿到录取 那么他在申请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边的签证 录取拿到之后 一个是从大学的录取来讲 研究生的录取来讲 他两边的互补行非常强 这边不行那边行 对 第二个 在签证的角度来讲 也是有一个互补性的 加拿大的整个签证 是完全基于一个书面陈塑的 我们做大量的文件 大量的描述性文件 但是呢 你没有机会去跟他 去interact 没有机会去跟他去对话 基本上也没有人 会被叫去面试 除非就是说 有这种什么间谍嫌疑 其他正常都不会面试 他看完之后 他给你结果 但是美签呢 他好处就是 你有这种面试的 你有这种直接的interaction 他会看你的一个状况 文件也很重要 但是你会有很多 表达的机会 就从签证特征上来讲呢 我们觉得美加双天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roach 尤其是对我们年轻的申请人 他说我将来是 一定要去追求高等教育 想给我未来做一个职业规划 而且我的专业方向 非常的determined 就是我就想学这个方向的 那你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 这种就是 不管从学校录取 还有从签证 审批的这个特征上的一个互补性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倒不是说申请人 只能做双签 他比如说我就是异乡 就是美国 那么完全没问题 那么我们也希望做更多的一些节目 来介绍 就是说美国的研究生 美国的留学 还有他的未来的一些情况 甚至我们会做一些比较性的 比如同样是computer science 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大学的比较 他中间的一些特征 录取上的一些特征 还有他未来的就业的一个特征 毕业之后的一个就是说 一个后期的一个影响 对 所以希望这个能够帮到大家